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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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教育机构 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其实他用实验高中 您可能概念上比较容易想象 欢迎小野校长 你好 念华你好 在你一生里面一百本书 出到第一百本 我看到那个吴念珍先生 写的序一直在笑 很有意思 我们待会看到你们两个的对谈 真的是出到一百本书 一百本不是喜剧 是悲剧 你想想看一个人可以写一百本书 那表示他剩下时间不多 可以玩耍的 吃喝玩乐的时间都不多 对 所以才非常的惊人 因为坐在我对面的曾经是 我们就讲电视公司好了 曾经是台视节目部经理 曾经是华视总经理 然后在中影 我们等等会提到 观众朋友太知道了 在新浪潮 台湾这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一段 电影文化催生的这个推手 我想先从校长这个title开始提起 一年对不对 将近一年 还不到一年 差不多过一半 我们分四个季 春夏秋冬 像刚刚记录第三个季 春天第三季 好 那这一个 是台北市第一个有实验性质的 高中年纪的孩子所读的一个教育机构 我想让观众很快地理解 他们所上的课里面 我们一般讲的通识的课 他们只上什么 我们还是会有英文 英文 文学 我们叫文学 文学 社会 因为我们有想过一个问题 三年后如果他后悔 还要去考 连考 考什么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上课的方式跟教科书不同 我们的文学是写诗的 写诗 英文是一个瑞典人在教英文 而且是两门英文课 有绘画跟课程 就很加重这个 不是为了考试 是他们将来的职业 希望他能够国际流动这样 那所以他其他学的都是影视 对 除了这几个之外 我们就开始已经开始摄影 剪接配音开始一直选修 就是把这个变成大量的选修 因为他们每个人喜欢的不太一样 我们就从选修里面看他自己 比较走向什么 比如包括编剧 我们都开始教了 录取41个年轻的孩子 然后现在36个孩子去读 你觉得他们的家庭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类型 有 我其实对他们家庭非常好奇 就是说我最好奇就是说 有哪些家长在这样一个制度下 考试 排名分数 这么竞争积业的情况下 会让小孩子来读我们这个没听过的学校 好感耶 刚开始报名的时候 很多学校的鼓励他们说 你要上网查啊干 会不会诈骗集团呢 因为教育部没有这个学校 是 因为我们是属于教育部里自学系统的 不是学校系统 所以他们说这个是诈骗集团 不要被骗了 交费也不太便宜 所以父母亲当然是关键 大部分父母亲都是比较有冒险精神的 然后甚至于有一部分是 从头到尾就自学的 有父母亲陪他从出生到十五岁 都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 那我可不可以也说 就是他对孩子的未来 他希望不是像他的学习过程 对 你讲到重点 甚至于他们的姐姐哥哥 是在学校里很会读书那种 反过来鼓励他弟弟妹妹说 不要走我这条路 我没有看到前途 真的不要 那弟弟妹妹都属于 也不太适应这个体制的 但是里面也有 如果他不读我们的话 他去考个高中 他那个会考分数出来 也有前三次月 这才是真的关键 就是很多父母亲已经觉悟到说 如果我的孩子 没那么爱读这种高中 他未来还是三年高中 还是四年大学 还是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他们有点提早觉悟 还是四年大学之后 不知道做什么 我觉得这句话 对 一定讲出很多 海内外观众朋友的心声 那好 我们先讲您 经过这段时间 你觉得自己心境上面 有哪些转换 有 我自己在 我青春时 比如我高中 正好是我人生中 最挫败的高中年龄 因为我初中读的是一个 第一志愿的初中 然后全班同学都非常会读书 所以高中 几乎都考建中 第一志愿 或者考四大部中 考到成功都 算是班上比较后面 我考第六志愿 成功夜间部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我的青春是非常 惨淡而自卑的 这个造成我后来 在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 有很大的心理 很大的那种冲突 比如说考到夜间部 很悲伤 跟我最好的朋友 都考建中 可是有个老师 一直没放弃 我就是一个国文老师 他觉得我的文笔很好 他认为 千万不要放弃写作 你虽然考第六志愿 可是你还是可以写作 成为一个作家 就时常写信给我 叫我不要放弃 以外呢 故意约我跟 当年考上建中的同学 时常去看电影 然后他当时已经从学校 到官人中学去 有很多女生班 他会约几个女生 跟我们在一起 他那个年代好难得 对 高中生 高一高二的建中学生 带一个自卑的我 他带几个漂亮的女生 去看电影 是什么画面 我非常自卑 看了几个都不敢看 可是更妙的是 16岁的时候 一起看电影 60岁的时候 在见面的时候 我竟然还碰得到 那个60岁的那个女生 我们俩见面的时候 我说你记不记得 我们16岁一起看电影 他说当然记得 所以我当校长 第一件事 实在带我的学生看电影 而且看那个电影 还是蛮严肃的 不是看那种三叶电影 好感动 这里面你觉得 将近这一年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觉得最超乎 我们在体制内学习的 实验的 那个场景跟画面是什么 其实非常多 他们实在在草地奔跑 实在做这个 做那个不在教室里上课 最近是因为我们那个 教文学跟编剧老师 去生孩子了 结果排课的老师说 校长你来教好不好 我本来没有要教的 我干嘛要教编剧 他说你来教 我就只有十天时间准备 而且不知道该怎么教 害我好焦虑 还好校长可以教编剧 对 我说OK啊 赶快补位 我就开放我的工作室 第一次把我的工作室开放 然后开放前 每天早上九点半上课前 我就九点到 去洗马桶 把自己马桶洗干净 校长的工作室 如果很脏的话 会不会学生去笑 所以他们来你工作室上课了 空洞室只有十七平大 其实二十个学生很挤 我就洗马桶 擦地 然后学生慢慢进来 后来觉得空间不太够 我把我的那个床铺 垫一个布 说你们不要躺在床上 你可以坐在那边 你可以坐在上面看 我在放影片的时候 空间是长的 空间是很长的 一直延续到我的 小小的卧室 我就把床铺盖一个被 盖一个布 那个被单 然后说你们可以坐在校长的床上 看电影 不要躺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分成一组 学生看每一场电影 听我讲话都没有人讲话 也没有滑手机 就安安静盈地听我讲话 我觉得他们没有想象中 这么刮躁 而且他们在校长家 校长家三个好紧张 然后我就今天开始 会准备饼干巧克力 所以重新跟这些青春期 一切都还在搏发 就像一个火山 它正喷出最大的热量的 最多的岩浆的这些孩子 在一起的时候 你给他们的 我就编剧的教材来讲 他们会不会也很意外 就你带他们去看很多 你刚刚说修复的电影吗 都是蛮老的电影 杨德昌先生的 侯孝贤先生的 万人导演的 这个里面 您的情怀上面 情感上呼应了你哪些 你觉得青春记忆里面宝贵的 那这些孩子不要锻炼 他是可以透过你 跟那个时代接起来 为什么 就是为了让他不要跟历史断裂 可是我知道那个电影 对我来讲蛮沉重的 比如说万人的超级大国民 是讲白色恐怖 然后火销前的电影 其实都是长镜头 速度很慢 他们看到都非常的那种 痛苦这样 其实有痛苦 可是我想给他们看到 一个是时代 其实我们走过的时代 跟你们很遥远 甚至于比你爸爸妈妈 都还大的时代 可是那个时代发生过很多事情 还有很多导演 拍成这么好的电影 你可以看不懂 可是你会受到他的感动 那我在课堂上就教得很浅 我在课堂上就翻一些微电影 就是跟他们差不多同年龄拍的 大学生拍的微电影 三分钟到五分钟的 然后再拍二十分钟的电影 甚至我故意选香港导演的 为什么 因为我很希望我的孩子 视野很开 不是那种关起门来 只知道这么小的一个世界 视野开一点 比如看出去香港在我们隔壁 他们的年轻人在拍什么电影 然后三十年前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拍什么电影 我甚至还给他们更旧的东西 就是我没有把你们看轻松 你是小孩子 我讲一些很好笑的东西 让你们笑一笑 我的课就结束 我不想这样做 因为我很看重你们 可是如果你真的负担不起 那么重的课 我的课本身上得很轻松 就是讲很短的电影 校长你刚刚讲的句话 好像被雷打到一样 你说你们可以不懂 但是你会感动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错 我们面对比我们人生经验小的人 如果在体制里面教育 很重要就是 你要懂你要学会 然后你会重复我教给你的技能知识 或者是经验 你要会重复 然后这样才放心 因为你重复了我教你的 可是你刚刚讲说 你可以根本就不懂 但是你相信那个心是可以 感动以后会有力量 我们自己的经验中不也一样 我就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算走进那个德国电影中心 我已经看德国新浪潮我也看不懂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几岁 而且我快要准备进中影上班的时候 给自己恶补嘛 我就跑进德国电影中心看 正好遇到一堆的那个超写实主义 超写实象征主义 抽象的很难懂 可是他又讲到心灵 就人类的心灵中那个撞击跟悲伤恐惧 我被打中了觉得 电影不是只有我过去看到的国片 这个世界电影有非常多种类 你就算不懂 你要看过 才知道有什么东西是最美好的 就是说他有个向往吧 你就是看不懂一张照片 然后一段很有思义的话 就很不错了 现在上楼 天真 哈喽 打扰 打扰了 那你怎么会出现 他说要跟你在一起 不是你一个人 是哦 他画面他是希望我跟你啊 老朋友好久不见 但一见面就是斗嘴 他看到我也没办法 对 我知道 可是我有时候也蛮痛苦 他要对话我也没办法 所以让我们没什么话讲 假设你会跟我对话就不要了 对 我知道啊 像两个大男孩互相吐槽 小野和吴念真 曾在戒严时期 和杨德昌 柯一镇这群人 推动台湾电影新浪潮 轰轰烈烈度过八年抗战 如今留在两人脑海里的 全是对方的糗事 他以前闹过一个笑话 就是在我的背后挂一个 那个AV女友 叫《亲目情美》嘛 不是因为我坐在那边 他说天天看到你真的是 我都不想上班嘛 不是 天天看到你 一张脸 他又觉得我是一个很呆板 因为他刚才用很难听的 说拘谨保守什么什么 中场阶级有点谋略 他没有一个自豪 但是我算了啦 AV女友 他天天自豪 对 他又开始保守了 他就这样不好意思 他就挂一个业力在上面 乱讲 只要讲 有啦 你要挂业力 我就把业力拿出来 拿起来这样 乱讲 我不理解 一起发泄青春 一起革命 走过了八年 直到台湾电影退潮了 小野回到家里专职写作 十年来 狂出了66本书 转眼这会儿 两人也65岁了 小野把一夹子的人生故事 全写在第一百本书里 那书速度太快 他就丢一本书给我 小野不好意思 又出了一本新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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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有啦 下笔有如腹泻嘛 对不对 好 就这样子 他有一次送到 我一直觉得太可怕了 这种速度太可怕了这样 他其实写书就很像他 我们都觉得这爸爸很唠叨啦 他这个很啰嗦的爸爸 他讲不完的话就写在书里面 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 你在家里讲的还不够 你去 你还要把你身下话 就写在书里 他可能还会再写101本 102本 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潜水艇的概念 假如我把窗户不拉开的时候 外面下雨 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拉开窗帘 房里瞬间光明 这里是小野的潜水艇工作室 也是他沉浅创作的基地 我看起来空间小小 可是很欢乐 因为我最喜欢一首歌 就是PITOS的 PITOS的那个 Yellow Sunmarine 空间设计来自最喜欢的歌曲 也如同个性 偶尔把自己藏起来 品味极尽 时间到了再浮出水面 享受热闹 这里你看这个是有 有一点秘密 我当初设计的时候 有想过这里要排我 觉得对我来讲 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我的父母亲 打开潜水艇舱盖 也像打开了人生记忆盒 里头有父母的日记 还有小时候那段 最压抑的过往 这是我爸爸同意写的 远河读书笔记 我人生读的第一本书叫做木偶奇遇记 读到小妇人这一本的时候 我爸爸就帮我数说 你总共读了60万02200字 当年父亲教小野的 就是不断阅读 不断塞知识 但对10岁的孩子来说 是场梦魇 他一度觉得自己根本是父亲操纵的木偶 后来小木偶遇到一个女生 带着她跑掉了 去做各种坏事情 小木偶很怀念这个小女生 带她去逃离现场 做了很多坏事 被鲸鱼吃掉 又差点被火烧掉 回到现实又变成一个真的人了 我始终觉得我跟爸爸的关系是这样的 活在高压教育里 他过得不开心 青春期的自己 梅雨间也总是充满杀气 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矛盾 有些人看我非常保守 像个公务员 像个老师 可是我内心其实是一个非常被压抑的 很奔放的一个想改变的 我对像革命两个字 我就会全身沸腾 就是革命 想改变世界 小野不只是想想而已 还卷起袖子付诸行动 把这个山 水跟山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样貌 第一件事情就把水泥打掉 爬山是他最喜欢的休闲 看到原有的生态 被硬邦邦的水泥破坏 十年前 小野和荒野保护协会的创办人 徐仁修这些朋友 发起了手作千里步道运动 用泥土石子这些最原始的材料 一块块砌成道路 有一次 趁着下大雨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顶着伞 走上来看那个水流的时候 是不是按照我们原来构想说 雨下的很大 从底下这样走过 有没有按照我们的构想 手机响起是我儿子 要找我 他说爸爸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山上 他说你是不是疯了 不到验证成功的一刻 心是没有办法安定下来的 即使年纪见长还是一样 想改变的事 做就对了 脚掌是黄的吗 对不对 飞起来了 有没有看到脚掌是黄色的 那是小白鹿还是中白鹿 小白鹿 曾几何时 那个听爸爸话的乖乖牌 投身动荡不安的电影业 做了收入不稳定的作家 绕了一圈 六十年以后 还是当了校长 在宵夜的人生期盘中 每一步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坚持对的是 回过头来 才发现自己撒野的力量 好大 一定要掉下来 我真的没办法再忍受你 他就坐了有一天 一栋桌子 我每天本来这样坐 我靠墙壁 他就一身这样子 我说没关系 我看你屁股 你每天抽烟 对外抽一下 一天就受不了 又转过来看着我 又知道我对他多重要 他每天要看到我就安全感 哇 哥哥在 这个世界才有希望这样 他是这样的 他就自己转过来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好 这就是校园 对 你是几年的朋友 三十年 二十多岁就开始写作 我们为什么那么好 就是两个人从不是作家 到是作家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 然后有一个编辑 把几个作家约来 都是二十来岁 对未来充满希望 然后还被别人列入 1980年代的希望 然后大家互相看到对话 这吴念珍 这小爷这样 这样认识的 所以你看那个多珍贵 然后他还没结婚 然后生孩子都还没有 然后后来怎么 阴错阳差两个亲中影 去变成面对面的时候 他也还没结婚 所以我们是在不到三十岁之前 就是写作的朋友 一起比赛 所以我们开玩笑 我们俩什么都比 从文学到比 电影到比什么 一直比 我在看小爷老师 一直撒野 今年这本书 有一段我一看再看 非常鲜活 在九十八页 我念一下 OK 明记先生 就是中影的老总 他们上面是文工会 最重要是文工会的主委 那一次明老总 亲自带着我去文工会 向大老板做简报 报告 小碧的故事 儿子的大玩偶 光阴的故事 三个电影企划书 我差一点想跪下来 哀求高高在上的大老板说 给我们年轻人一次机会吧 最后我没有跪 因为面对敌人 不能跪也不能投降 我很想知道 我觉得这一段太鲜活了 你跟吴念真在中影 拍理想 你们最挫败的记忆是什么 很简单 因为我们两个刚刚去的时候 我刚刚孤以其名了 但是我很好奇 我有查出那个主委的名字 其实明记是一个军人 他面对中影本身很多问题 解决不了 然后上集不让他再拍一片 因为前面亏损 所以他才会找一堆年轻人 我跟吴念真只是其中两个 他还找得蛮多 比如说滚石的老板 段宗裔 段宗裔 我们叫二毛 他现在有待过 对 其实他找得蛮多 在当时很有才华 而且待遇都不错的人 把他骗进来说 为了中华民国电影 为了我们中华民国 好像打仗一样 我们都被他骗进来 骗进来的时候还发现 我们的上集根本不给我们拍片 一整年 就这年不要拍片 你就一直写报告写书 然后到了中午 大家都睡午觉 我们的大楼 是在增上北大楼 还有好几个西园 大家都 我们同事都很习惯 到西园睡觉 所以观众会抗议说 为什么我在增上北大楼 看电影 到了中午有很多憨声 电影里面明明没有憨声 旁边都有憨声 不然就大家都跑去玩耍 洗个伤温暖 只有我跟吴连生两个人 一到中午吃完便当 没有地方去打乒乓球 刚好有个很大的乒乓球台子 没有人打 我们俩就利用中午时间 大家都睡觉 那时候没有三十出头 三十左右 还甚至于不到三十岁 两个人用那个拍子 骂三次金 一次打一次打 啪啪啪 然后心想说 我们争气一点好不好 我们争气一点好不好 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拍不错的电影 那时候香港电影起来了 香港电影已经起来了 许克 许昂华 有新浪潮 深深刺激我们说 我们还在拍这种电影 还在拍这个 抬不出台面的 只能在自己国家演一演 东南亚 我们上不了欧洲 上不了美国 可是你看新浪潮 香港起来了 他们就比我们 弹丸之地 我那时候真的深受之地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这些知识分子好了 我们轮到我们了吧 那我们提的案子 也非常好 观音的故事 小屁的故事 我那时候觉得说 如果你通过的话 我保证 我们很快一个新的浪潮起来 而且你是 一个国民党文官会 是替你做成绩 我们没有什么成绩 待遇少少的 我才会有那个呐喊说 我们正在帮你做一件 非常了不起的事 甚至后来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国民党 每一个都像明记这样子 效忠党国的话 国民党不会政党轮替 大家开玩笑说 人人这么爱这个党 应该不会政党轮替 可是你一直在体制里面撒野 我觉得我非常感动 是我觉得你对 是上帝给你那个作家的灵魂吗 我觉得你对人性 有很多的理解的宽容 我很喜欢你提到明老总 也许年轻的观众比较不记得 他说 他说终于那段岁月 他被称为宵夜 然后他叫我宵夜 他说湖南 他湖北人嘛 叫宵夜宵夜 好像要吃我 要吃我 宵夜宵夜 你这是好多隐喻 你很深刻地观察 明记老总 他因为他的军人生涯 他还充满了爱国的DNA 对 所以他在体制里面 但是你在书写里面 他又常常跟你们这些 一直塞爱的人 有时候站在同一边 但他又要从他那个军人DNA 中党爱国的角度 来奉劝你们 如何去理解 他那一边的文工 文工会这样的思维 我觉得你对他充满了 理解的宽容 所以在撒野的过程中 其实还要有灵活的对抗 你觉得中你的这个经验里面 我们提到您观察 跟你理解明老总的 这种人生经验 对于你后来的人生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明老总是一个 非常单纯而执着的军人 我觉得他实际上看完 单纯 单纯而执 对 他就是要打仗 他单纯是打仗 要打败敌人 然后他实际上讲的都是战场上的事情 我们跟我们讲 我们是拍电影 你讲战场干嘛 他最爱讲一段就是 我告诉你那时候 国共战争到最后 有人来劝他投降的时候 他站出去 两把枪都上堂 一着一用 然后准备跟对方一起死掉 然后他讲这个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不敢讲话 因为我们只是跟他要求说 办公室可不可以稍微整修一下 窗户稍微亮一点 灯给我们原子笔 可不可以多两根 要求这个 他就开始讲 你们要是干什么 我们要打仗 我讲什么都乖乖回去 可是他永远不放弃 然后他想拍的是爱国电影 可是当我们跟他说服他说 我们也可以拍一些 文学性高一点 好一点导演 我们可以上国际 替台湾宣传 他都听得懂 因为他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最值得大家参考 就是他实际上告诉我 我是军人 我不懂电影 我找你们来 就是要请你们做 你们告诉我可以怎么做 我就支持你们 所以当我们讲出一些 他听起来不太对的 你是好像有点讽刺我们社会 批判我们社会 他以后觉得不太对 后来想想 也好 社会开放一点 我们找黄村民 找这些乡土作家 原来他也许是 在政治立场 跟我们敌对的 我们把他包容起来 所以他有这种念头 他有把他解释成 征服敌人 征服敌人 对对对 他只要一想通 他就想通了 比如说电影 我们拍太长了 他当总经理 在西院要放两小时 20分钟海滩的一天 西院经理全部反对 说这样我们会少一场 那我们就说 不行 导演一秒钟都不要剪 那他总经理听听 也很委屈 想说 剪一点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电影都90分钟 可是他当他接受 我们意见的时候 他反过来告诉 西院经理 集合说 我告诉你们 票价不涨 我们就宣传说 以前电影都偷工减料 我们这是给你看个够 然后想又不是卖猪肉 多一点肉给他 可是他就用这一招讲 所以他是一个好可爱的人 我们政治立场可能不一样 他对国民党中党爱国 可是我们一直到他走 都还是好朋友 因为这个个性好少见 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利益 每个人都很难免 在一个位置上有权利的时候 想想自己下一步做什么 他是属于没有的 他这个教会我们这个 觉得真的很感动 对 就像刚才讲老任运海 他滑出去要抓那个鱼 鱼不是目的 他只是做了这趟旅程 是很冒险的 那我很向往 很向往这样一个旅程 我觉得人生好像就这样一个旅程 没有什么结果 那所以说 反正走过不一定留下痕迹 小野校长 很多人跟我一样 我们很喜欢作家小野的 那知道亲子教育 其实是小野老师书写里面 常用一个题材 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 亲子杂志或亲子网站 常常访问你 访问你的一双儿女 但这次在这个办学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你分享一个心情 你说你看老人与海 再看你好有感触 那个老人他在 他的体力的极限下面 奋力的搏斗 要去在大海里面 捕获那个马铃鱼 这个心情放在教育里面 不受限于所有人认为你的限制 但是要向海民威胁的那个心境 这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心境 这个心情很有趣 就是我很小时候 差不多十岁我爸爸就叫我 读很多很深的文学作品 包括战争与和平 都市推富世纪的东西 或者是稍微再浅一点 比较励志的木偶奇遇剧 然后他每次叫我读完之后 要写一个读后感 以我当时的年龄 十一岁 我看不懂 我就随便写说 这里面好人跟坏人 好人最后打赢了 坏人输了 所以要做个好孩子 我爸都没有给我意见 就打个勾夹 一直读到 那个海民威的老人一孩 我就不会写了 一个老人去抓一只鱼 讲到那么细腻的东西 对一个十一岁的小孩 真的没有懂 所以当我到了六十来岁的时候 有天找到那个阅读本子的时候 忽然发现 这一篇是我没有写读后感的 我不会写 真的不会写 再掰一掰不出来 直到我要办这个小时候 瞬间突然懂了 就是这个老人去捕这个鱼的本身 不是这个鱼本身是他的目标 他捕到鱼之后 回到自己的港口 那只马鱼鱼已经被很多鲨鱼吃光了 人生好像一场空 我觉得他好像不是要讲这个 他想讲的就是 他的体力跟意志力的极限 去到一个很远方 不知道结果的地方 抓到了鱼只是目的 抓到而已 有没有带回来吃 不是他的重点 就是要到远方去做一件 非常冒险的事 这件事情成功失败 完全猜不到 一点都不安全 我们常常选择一个安全的 那这是不安全的事情 那TMS虽然看起来 刚才各位看到的画面 其实在筹备过程只有九个月 没有教室 没有教材 没有老师 九个月内开始找保障员 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 因为跟居民可以生活在一起 又跟艺术家 可是他是全台北 是唯一没有提防的 台风来的时候 那个水淹到干嘛点 那那里面教室怎么整 就在里面挑一些空教室 然后把它打造成连动 然后中间不同的地方 把它打掉 做楼梯 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 没有围墙的校园 可是孩子里面钻来钻去 万一有任何危险或者什么 都没有围墙 所以我们抓了很多警铃 就是很紧张 甚至于教学生做 心肺复苏书 万有危险说要救 因为我们在山上半山腰 所以 现在就是吴聂辰先生 他歪着头笑着看着人说 你怎么去当校长 不是当校我 我去台词他也笑说 你去那个干什么 他就每次叫你去干什么 去华词他也说 你这个年纪去 你不是 你真的找自己麻烦 还送了我一个干规 所以说不怕死往前冲 在他看我是蛮傻的 没有错 不过你现在在写你的 读老人与海读后感 你一直在写 后来我就懂了 其实我就是在做一件这样的事 其实在柯斯坦找我之前 他们那组在筹办学校的那组人 找过我 说你可不可以当校长 我说不用 其实我第一时间没那么了不起 说英明为了理想 没有 我本人的像一般人一样说 这件事情没什么好 第一没酬劳 第二还有责任 然后没什么权利 因为它是一个基金会的 一大堆 无权有责 然后你是校长 大家都矛头指向你 然后可是我就 在犹豫中遇到一个朋友说 你不是对台湾教育 很有想法吗 你不是时常写一些亲子教育 你自己又四大毕业 你不是对很多体制内教育 你有看法 你有所不满 你为什么真的给你机会的时候 你又退缩呢 我想 这就要打中 你不是很懦弱 你只会讲啊 你不敢做 所以没想到下一个会议中 柯市长他们就拱柯市长说 我们还缺一个校长 柯市长就说你做好不好 我才会说 好好好 所以只要有人提醒你的理想 对对对 你就会觉得 你不能辜负你自己的憧憬 我觉得我会自责 会有内疚感 他说你该做嘛 你不是很有意见吗 你对这个世界 整天写作 你有很多想法 那你怎么只是讲呢 那市长一想 电影也好 电视也好 我都是真的跳下去做啊 这一台有48卷 所有的功能通通在里面 所以是很好用的 快节奏 混音歌曲 全套专业的DJ设备 这堂上的是音响课 所有的音响 灯光音效 全得靠学生自己来 好 是不是整个不一样 因为这一个来讲是 它本身 其他上面的 pick up 我们经过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样是不是有一点光差 好没有 这是事业片的功能 小到灯光覆幕动画效果 达到编剧导演 都得从头学起 台北影视音实验 教育机构的学生 大多才15岁 他们已经丢开课本 每堂课就是这样实际操练 高中三年毕业 就入职场 你今天修课多不多 多不多 蛮不多的 蛮不多 OK 至少来上课了 有啦 这里其实可以上课嘛 这里其实可以上课 拎着背包 浅蓝色Polo山 走在宝藏园的校园内 65岁的作家小野 是台北这间实验高中的 第一任校长 被想出这个的问题 也许就很好写 所以我目前比较卡在 案情怎么发生 对 杀人怎么杀 然后什么手法 然后证据什么 在草皮上和学生打成一片 他们可以边吃边讨论 没关系啊 我们来这边吧 一起讨论 或者一口饺子 一口泡面 讨论课业 一如往常的随性 小野三十年前 在杨明医学院当助教 当时的学生是柯文哲 人生一轮后 柯市长找小野 接下这个充满实验性的 校长职务 原因很简单 那我们这个影视音学校 本来就是文化基金会 委托办理的嘛 第二点 他当过华市的总经理 所以影视音人脉很多 还有一点 实在是很不好意思讲 因为我们老师不用钱 他是无几值得 小野一直以来 都期待体制教育该改变 他很清楚 一套教育机制 不能应付所有小孩 挑战着怎么重新定义 好学生 单单这个理由 即使做白工也甘心投入 我一直觉得会不会太早 这个不太像15岁的作品 所以其实是潜力 你没有想到他们其实很有感觉 我们曾经在文学课里面 是请他们拍这个还写一首诗 那很多人来看都不太相信 以为是我们作假 他们想好学生 就是成绩好就是好学生 成绩坏就坏了一生 那实际上这样子对很多孩子很不公平 因为他可能很有很多能力 那能力他真的不一定是国语 也不一定是数学 可是他会的东西 尤其是艺术方面的 都没有分数啊 没有分数和排名的学校 期望交给高中生的 是一种观念 一种美学态度 但扛下了后才发现 没有框架得花更多力气去塑形 没想到当校长 太好笑了 不是太好笑了 我就觉得那个很花力气 然后他在脸书上 又写说他还自己去上课 我觉得这个也太厉害了 我都要年纪再去上课 我一刻一起上编剧课 我觉得编剧课前进下最难上的课 我不晓得怎么去上这个课 小小食品空间被学生挤得满满 小野在校外的私人工作室 这会儿变成了编剧客教室 放弃电影 就在一个短短的故事里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校长兼导师 30年前在中营打拼的回忆 就是一个时代记号 当然能当作教材 把抽象的剧情转折 转化成文字语言 可是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大家会以为他儿子已经把他杀了 会不会 他儿子一杀他就已经他就死了 看到他还在挣扎 这回他教起高中生向固定船身的毛 但波涛汹涌 孩子自己体会 TMS实验高中 要这群学生实地田野调查 都出情节编剧 这画面 小野20年前 在第五代青春斗里 就梦想过 他以前 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讲说 有一天我要当台湾的迪士尼 我要盖一个迪士尼乐园 他这个梦想他可能再一步一步 用他的方式去实现 现在在保障里面 他有一个学校 创建台湾迪士尼 得先要有大批人才 TMS实验高中 想打造青春影像 人才 动画技术和制片系统 全部就绪 Made in Taipei 不再只是想象 吃过甜鸭式的苦 当年从师大毕业的小野 40年后义无反顾 甘心做一个 翻转教育的拓荒者 为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 完全不一样的教育 可能当起了小野校长 小野校长 在这个里面 我们刚刚提到 当你面对这些青春孩子时候 高中 这个对你的人生成长里面 你跟我们分享了 你说高中是你最委屈自己的 也就是说 从初到高中 你渐渐进入一个惨绿的 略带羞辱心情的青春 对对对 跟你的数学老师有关嘛 你在书里面也有跟我们分享 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一直到什么时候 才解放 是到你 当我考上师大以后 因为师大很难考嘛 我到时候还是在体制里要被肯定 所以这就是悲哀嘛 就是我要证明我会读书 我可以考上师大 当时考上师大是很难 因为全部公费 我们班上有一半人可以考上医学院 是因为家里穷 从南部来北部 读不起医学院才读师大 心里都有点委屈说 我分数可以当医生 可是好 考上师大我就松一口气说 我证明我考得上 我前面读的是夜间部 可是我考得上 我就解放了 解放之后 其实没有解决问题 我是为了考上而考上 我并不想在这个体制里当老师 所以其实我的苦闷在于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遇到很好的老师 也遇到很差的老师 有被羞辱过 那些羞辱变成我内心的一个 因为你不去他家补习 对对对 没有去补习 结果考是考补习补过的东西 我偏偏又蛮出风头的 然后你又是班长 班长然后当模范生 就是我在学校里很矛盾的角色 又是班长又是模范生 可是数学不会写 老师把你丢地上 可是他不公平 因为他昨天补习的时候 出过这个题目 我就不上课了 那你就知道我个性其实很溜 我就不上你课 因为你羞辱我 可是不上课你不是更痛苦 因为你又没有补习 你又不上课 那你成课不就准备 越来越不会 我就躲在窗户后面 看他上课 这些造成我后来对教育 包括我的孩子长大了 体制还是没变的时候 我真的很愤怒 那很多人说 那就到美国去读书 说干嘛这样 我觉得我又不想 那么早让孩子离开 所以其实我是度过一个 自己的青春 度过两个孩子的青春以后 在面对这群小孩子的时候 我脑袋很清楚地知道 怎么面对他们了 包括我面对我的孩子 青春的时候很多挫败 我的女儿要休学 我的儿子也很多挫折 我充满愤怒 可是那个愤怒是有点仇恨 可是你如何把那个 愤怒跟仇恨转成是爱 就是你的动力不是来自黑暗的 那个驱动力是充满仇恨的 把它转成是真的爱他们 那感觉不一样 所以我跟他们相处很轻松 我写马桶什么什么 因为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是让自己安静一下来 要怎么面对学生跟他讲编剧 就像吴念生继续我说 编剧怎么教 没错 当然不能教 可是我想尽办法放影片 跟他讲这个怎么讨论 角色怎么互动 你来天请吴念生先生来上个课 一堂他就知道 我一定会叫他上 这么好的资源 我不放过他 这个里面可是我觉得 上天给你这一生的功课 project都很特别 在体制内你听到一个 我自己觉得在传媒体制内 简直像铜墙铁壁 因为它是文工会一将的这个机构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一生撒野的这个路程 你一直撒野 我已经把你扩大成一生撒野 的过程里面 其实对抗的不是那个敌人 不是那个相对未知的 不是 我觉得爱的方面都不是恨 是冷漠 我觉得我们 真的是德雷莎兄女讲 我们对整个社会充满了那种 关心的时候 没有敌人 我们这个战后世代 时常比较充满理想 是因为我们战后世代 大家都很苦 然后孩子都一大堆 可是我们社会并不美好 所以有时候想说 我们努力 在每个干位上努力 这个社会终究会变好 我们才会跟着好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子孙 才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活得更好 林鑫有时候跟我报应 说大家够心多小 我说那做不成 我们那个时代有很多事情 是互相扶持 是为了那个目标 那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 牺牲自己时间 比如说我很多好朋友 张宏志 他本来是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 他看电影发生问题 要去挑起来帮忙做 他没好处 他是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重要 发生在这个社会 台湾的电影开始变化了 跟文学变化 跟社会变化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把工作割下来 来做 那我刚才讲滚尸老板 他本来的滚尸可以开得好好的 他把工作交给他弟弟 他就跑来终于上班 那时候我们待遇比一般公司都少 因为是胆赢事业 他们都愿意追随 我们那个名老总 说要革命什么什么 我们都相信这个话 就是我们真的相信他要革命 这个相信很重要 说明一下年轻人 表示我们说 你别骗我了 你是为了自己的名利什么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 真的是比较单纯说 我相信你 我们改革电影什么时候 然后利益不重要 就是我们个人所得不重要 名也不重要 我们拍很多电影 没有挂名的 一天都要把人家写什么 除了编剧之外 这个整个电影就是你做 可是没有你的名 可是没有那个名 那个电影留下来了 然后那个时代留下来了 其实想的是属于这种东西 所以对抗是因为 要跟着理想走 对抗的东西都是你最起 不是为了消灭那个 对立的 如果很多人说 萧姨老师 你有100本书 将来你可能留下300本书 好 这些是你有留下来 那你所经历的那些体制 中影 中影留下了电影 你也经过台视 华视 在那些非常相对 比较僵固的体制里面 你怎么解释走过 必留下痕迹 就很多人要从结果收割了 才说这个叫成绩 而没有结果收割 那些一点一滴的 小小的付出 无形的影响 很多人都说 那不叫成绩 我们时常会以为说 你努力做了什么 这个世界就改变 比如说电影拍了 很多好电影的时候 观众就会改变 后来我都不会这样想 后来你就会 后来我就认了 反正观众爱不爱看 他家的事情 我的责任没有那么大 到时候 拍电影还要教育观众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做自己该做 做电视有这个感觉 然后是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然后时代的往前进 都是整体的 这点我是蛮相信的 柯文哲也时常讲这句话说 是每个人要努力 这个时候才往前进 不是有英雄 可以救这个时代 真的没有 就像刚才讲老人鱼海 他滑出去要抓那个鱼 鱼不是目的 他只是做了这个 这趟旅程 是很冒险的 那我很向往 很向往这样一个旅程 我觉得人生 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旅程 没有什么结果 那所以你说 反正走过 不一定留下痕迹 我希望我对着 准备要再进来的 下一届同学 他们很陌生的 说欢迎来到革命基地 你往前走 我不要害怕 你又变明老总了 我又复制 所有事情都可以 变成一个战场 刚刚在肖远校长 一开始把我们开场的时候 还有大家如果去 买这本《一直撒野》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一句话 我现在是很想问为什么 为什么你所反抗的 正是你所眷恋的 因为很多人一直没有懂 比如说在教育改革的时候 我是站出来的 那我同班同学 全部都是斯大生物系的老师 他们都很讨厌我 因为我是少数师范系统出来 站在反对斯大的那一套东西的 那他们会不会认为 你就像看国一样 讨厌死了 我不敢看他同学会 看我同学会 他瞪我这样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当过国中老师 也当过医学院助教 我在教书的时候 我热情到 带了学生到礼拜六 就在山上写数学 在山上补蝴蝶 然后去斯大街了好多影片来 放给他们看 一些教育影片 我其实原来以为 教育是可以这样子的 那些孩子其实都有不升学的 那我旁边有的老师 比我早去的老师 就看到我这么卖力 他就有时候怪我说 你这样卖力 因为你没有结婚 你可以六日可以拿出来 我们都有家 有小孩 你这样教就不好比下去了 他们的人生成本跟你不一样 对 然后你这样子 这样不能这样教 而且你这样可以教几年 你第二年会不会就这么热情 所以后来我这话全部听进去了 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体制 所以我当完兵就想想 我出国去好了 我比较自私一点想 我不要教书了 我去医学院申请当助教 被我申请到的话 我可以做实验 我可以做报告 然后申请到一笔奖学金 我比较自私想 可是我发现 我最热爱的反而是教育 所以后来所谓我反抗就是 我不去当老师了 甚至我站在教赶里面跟传统教育边 对立一面的时候 我反抗的其实是我最眷恋的 还有我跟爸爸之间的感情 我一直反对他 笑爸爸那种很老古板 给我施压力 可是我又很眷恋爸爸跟我之间 很多他跟我互动的事情 我爸爸其实手艺很好 自己过年还会自己做麻将 用感冒的盒子做麻将 元宵节的时候把我们做灯 每次拿出去都比人家大一个孔雀什么 就是爸爸跟我们之间感情是很紧密的 那个紧密是有时候有点窒息 可是有时候我讲给别人听 有些人跟爸爸关于不好的人 就好羡慕 我说你爸爸好立体 好立体 天天跟你们磨在一起 像吴天生说 他一辈子跟爸爸没有讲到十句话 他说爸爸从来没跟他讲过 十句话一辈子 他想不起来 我说我爸爸一天讲一百句 就是这种感觉 我眷恋的 可是我又反抗他 所以当我自己有孩子的时候 我就做修正 可是最后结果还是一样 我儿子会说 我是爸爸好啰嗦 是个啰嗦的爸爸 是因为你反抗的是 那个眷恋的情感里面 你希望放进你想要的样子 对对 没错 想改变那个样子 今天我相信TMS的孩子们 哇 终于有一集 我们来听听这个校长 到底讲什么 对对对 他们听完了这一整集之后 如果有这么一两句话 或是几句话 其实我们把这个小小的摄影棚 也变成他们一个无形的课堂的话 你希望他们记得的是什么 我希望对你这问得很好 我希望我对着准备要再进来的下一届同学 他们很陌生的说欢迎来到革命基地 你往前走不要害怕 你又变明老总了 我又扶持 所有事情都可以变成一个战场 今天非常谢谢小野校长 好期待喔 TMS 对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摄影机 能够拍到这些孩子学习一部分的图画 那跟我们原来所熟悉的教育图画 真的差蛮多的 你希望可以激励很多 也许还在体制里面 从事教育努力的朋友 他们也在有限的范围里面 没有说是一个对话而不是对立 我觉得体制里老师非常多的改变 我不能说他都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是给孩子多一个选择 可是也互相的观摩对方的教法 我也可以这样教吗 你也可以这样教 我觉得不是否定 是鼓励 互相鼓励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面 谢谢小野校长 谢谢你也祝福TMS 谢谢 祝福所有老师跟孩子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